两个,一个是这个网址,那这个它不是用以拉锤的做的 它是用Fireworks做的 不过 类似,方法类似 方法类似,你可以参考一下 像这样 你有空可以参考一下,那它后面做完就还有加上这个 那么另外一个 我里面有一个Word档,这个就是用以拉锤的做的 以拉锤的做的 方法都很接近 只是这个网址你也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它上面有非常多的教学 非常多教学,我只是拿出其中一个给你做 因为 做的方法相同 那我等一下我先把参考线的部分 再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我们先来看 参考线这里 我现在开一个新的,我们来试看看 好,确定 打开之后你可以把尺规先叫出来,因为要尺规你才有办法 去把参考线拉出来 那么你看一下,预设的话 它的尺规其实 中心点 左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 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另外它的圆点在下面 这边它要跑到下面来 它的圆点另外在这边 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要 像我们上次 有稍微拉一下嘛 你会觉得说 好像 不是那么好拉的话 你要重新定义中心点 你这样做 你把这里 按着 拉到这边来 这个圆点 这个圆点 它就重新定义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现在这边就是00 这个位置 有没有 这样我先把圆点把它定好 那我现在来参考线 那参考线 假设我要做的那个 你看 你看它单位你还是先注意一下 看看 你的单位是哪一个 预设的话 我们这边应该是用 你们软体一开始应该都是公里吧 公里 如果说我们只要用在萤幕上的 我把它改成像素 那 假设我这个八卦我是做 400像素的话 我们就可以拉 50 50拉一条 50拉一条 你看我从上面 现在这边是0 对不对 往下到50 接近这边 那我也不知道多少 没关系 你先大概放一下 好 放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能不能再继续动了 参考线不能动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参考线拉出来 预设它就锁住了 所以请你到这边 检视里面 参考线 也没有一个锁定参考线 先把它解开来 这样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来用它 用这个移动工具 能不能要继续动 因为这样有个好处 你点到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S轴跟Y轴是不是在哪里 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那你把它变成 不是 这边 往下是负的 负50 就达到定位 这样OK吗 那我接着 我要往下再拉一条 你可以用这样子 再拉 可是这样 距离好像 还要再调一次 对不对 所以 有另外一个方式 记不记得 我们今天找到那个箭头 那个线 用复制的 参考线也可以复制 你看喔 在这边我点到 这条参考线 到这里 变形 有没有一个移动 移动 好 我要由这个地方往下 那就Y轴 Y轴的部分 就垂直 水平不用 然后呢 垂直我往下 负 普实 我们先预示一下 你看看 有没有往下 记得这边的往下 这个 这样是负的啦 往下是负的 他这边往下是负的 我就拷贝 有没有多一条 那既然有多一条了 等一下这上面 是不是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Ctrl加D 再次变形 有没有 从这边 再次变形 所以有一条爬出来了 你总共 3 4 5 6 这样就是 从零 到多少 来少一个 这里零零 零零我也拉一条 出来好了 零零 这个把它变零 OK 好 1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那还少一条 再一次 是 跑去哪里 点到他 变形 你可以先试看看 这个是 参考线的部分 我们之前并没有 这样 试着做过 我们都是针对物件 针对物件 那我再把它拷贝一个 这样就多出一个来 我没有切换画面 好 OK 在这里200 我增加一个 有没有 然后呢 我再 复制一个 这边是不是400 400 所以说 其实待会 我的圆 因为我要做的是400 所以我的直径 就是待会 我会有一个圆 就在这边 中心点刚好在这里 可以 我现在要从这里 画一个正元 但是我中心点 是不是要在这里 所以说我在这里按着 要按哪一个键 Alt是 打开了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 你也不能完全保证说 刚好都是 直径就是 400 当然你可以自己再调整 这是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 可以从变形那边做嘛 可是如果你不要这样的话 也可以 你按住Alt键 你记不记得我们说 移打车的工具 只要点一下 他就问你 那个对话方块说 直径 宽高多少 你按都住Alt 他就认为你要定中心点 好那你看 这里是00 100 200在这里 移到这上面来 点一下 我没有拖曳 我只要点一下 Alt按着在这边点一下 我现在宽度是要400 400 400 就是直径 确定 有没有一个刚刚好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再用变形的工具去做 缩放 或者是打数字 好那我先帮他填一个黑色的 填一个黑色的 这样待会你就看得清楚 这样 就第一个圈圈 那第二个圈圈 因为你看我们的 所谓的 那个太极的话 他其实是 一半 加上小圆一半 减掉小圆一半 所以我现在在做一个小的圆 中间的 中间的圆 那他就是 原本半径200的 一半 就是这里 所以一样用这一样的方法 所以 我们这边等 到这边是100 对不对 200的一半就是100 半径 到这里 点一下 那这个地方 宽跟高 就是变200 所以 如果说你要很精准的话 其实 用这样数值 一定是比较准 一定是比较 这样是不是又一个了 中间不是还有一个圆圆的吗 中间圆圆 那等一下最后再做就好了 最后再做 那 现在下面这里 是不是还要一个 点一下 这样了解那个意思 来画面还给你 你试试看看 我这个圆 我会把它切开来 所以说我先把它保留一下 这个圆的部分 你看参考线它是不是也把它当做一个图层 有发现 这是Ylachite里面跟Fotoshop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现在选到的是谁 你如果要看选到的是谁 你从后面这里看 我现在虽然有点到圆 你有发现 但是它圆是这个 有没有后面有个蓝色的点 这个才是你现在选到的人 我虽然 图层是按在这边 可是真正选到是他 要从后面看 我把这个 所以最好的话你还是能够 帮图层做一个命名 要图层要命名的话就在这 点一样 跟Fotoshop一样点两下就好了 这个是圆的 好 我先复制一层 因为待会我还要用到它 所以我先把它关掉 我上面这两个小圆 我会把它关起来 那 一个圆可不可以切成两半 可以 这个剪刀底下 剪刀在这边你可以把它 在这个点上面有没有 因为反正我们圆四个就四个点就变成一个圆嘛 我就上 上下那两个 点一下 这个也剪开了 点一下 这样就剪开了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来这边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剪开 有了 那么下面这两个这个圆也是 我用上面的好了 上面这个圆 我先把 这个 隐藏起来 你看 你看剪开之后 没有变两个 上下两个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把它稍微剪开一下 你如果用剪开的也是可以的 来 这样 剪开 好 再来换下面的 另外一个 都把它剪开 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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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剪开了 都剪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把这几个 打开 现在其实 你看我们圆 太极的话就是 要一半这个 这个丢掉 等一下 这样一半 这一半不要 对不对 这上如果说你已经做好了 应该会像类似像这样 对不对 应该会是像这样子 那问题是说 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接 我现在先暂时把它拉开 你看 这个我先 把它藏起来 这样是不是一个 那个太极的一边 好 那你在这边的时候其实可以发现说 我这里 这个 是一块 等一下 这个是一块 这里是不是又一半 你看 那所以这个 这两个 实际上有两个点 重复在一起 这要 要把它怎么样 连接起来 要连接起来 这里有没有两个点 重复在一起 这里有两个对不对 但是你这样看的 所以有时候不好看 你可以 换一个 检视方式 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另外一个 检视方式 平常我们都是用所谓的什么 叠印 好那你可以用一个 外框 外框的话 如果说 它是有很多那个 形状的 它就只看到线 叫外框 你来看 我现在一样用这个点一下 我把比例放大一点 它这个点在这里对不对 另外其实还有个点是在这里 有没有 其实两个点现在事实上是叠在一起 可是没有焊接起来 那因为你是开放的路径 所以说如果你直接填颜色 那个就不说要 我把它两个圈起来 有吗 我把它圈起来 在上面按右键也可以 合并 平滑的就好了 好 我看一下我这边群组我没有弄到 如果你要把它连接在有个地方 要注意一下我现在这里 是不是上面那一半对不对 就是到这边 这一块 不包含这一块就对了 有没有 这里没有包括这一块 跟它是不在不同的群组里面 因为下面有一个群组 所以这样两个会接不起来 那我必须要把它移到外面来 因为我刚刚在做的时候这里我把 我把这个 丢到外面来 现在这里是没有群组的 大家是属于同一层的 同一层的 所以说 我在这边 这个地方 过头了 在这里 这个 我把它放大 放大 现在 用它 因为我是编辑节点 所以我用节点的 选起来按右键 合并 是不是跟刚刚一样的 好因为是同一个 里面的 好平滑 OK 那我现在就回到外面来 现在一个有了 点到它 你看我现在目前是没有填色 我把它交换一下 看起来好像没有 对不对 不过不要忘记 因为我们在哪里 是不是在外框模式 你回到浴室 有看到吗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了 那你这边好了 剩下就是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怎么办 再做一个不用拿 因为其实另外一边就把圆打开就好了 我刚刚有移出来 本来我们不是在里面吗 我刚移出来是让你看 因为这样不就是 一样了吗 所以为什么刚刚保留那个大的圆 因为大的圆被切掉之后另外一半 他是又跟他做结合了 那就另外一半就没有 所以就保留个大圆留着就好了 这样了解那意思 所以剩下 一个是什么 中间不会圆圈吗 两个对不对 那那两个就用一般的方式做就好了 在这边 以这个为中心点 往外 一个 那我们可以用复制的也可以 拉着上去 所以有画参考线 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在做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要比较精准 可能还是要用这种方式做会比较好 这一颗不见 大致上是这样 OK吗 我刚我刚没有复制出来 实际起床 如果你是用400 X450 应该是大概20像素 可是 我没有特别去查说 如果真正 那个太极来讲 那个比例要是多少 我倒是没有去查 多少我忘记了 有那么大吗 我忘记了 你可以试看看好不好 所以我们刚有用到一个就是 那个线怎么把他接起来 就是你原则上都是要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或者同一个图层里面 不能说 他在 另一个图层 或者在不同群组里面 你就没办法接起来 被预理攻击 优优独播